我其實有看到留言說 過30歲還在跳啦啦隊 她的人生有多可悲 因為我其實會很害怕說 球隊會不會不想要我了 他們那邊又不好意思講 親戚人就是真的也是回答我說 沒有啊 你現在就把外表保持得很好 把它看不出來 這麼直白 我年輕的時候我就喜歡把屁股賣外面 但是現在就是你知道 弄出膝蓋就覺得 膝蓋疼啊 風吹啊 啦啦隊女神吳以萱在樂天女孩跳了8年 上月開訓典禮 她在感叹2016年同期的 直送下我還在打拼 我其實有看到留言說 過30歲還在跳啦啦隊 她的人生有多可悲 然後我就想說 蛤 30歲跳啦啦隊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嗎 我不覺得因為我29歲才加入耶 普和大眾對於啦啦隊的評價好像沒這麼高 但我真的是很想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這個職業一直在傳遞正能量給大家 你真的想要來批評我們 歡迎你來球場 對 你就坐在那邊曬太陽 下雨你也不要撐傘 我相信你就會明白 我們有我們付出的地 應該是這兩年吧 我在快拍季的時候 我都有跟我球隊的經紀人聊 球隊對於我的生涯規劃有沒有特別的想法 因為我其實會很害怕說球隊會不會不想要我了 他們都沒有不好意思講 經紀人就是真的也是回答我說 沒有啊 你現在就把外表保持得很好 反正看不出來 好啊 這麼直白 其實也算是危機感的預備 因為我在跟上一個就是經紀公司合約到之後 其實我就很明白我自己想要繼續走主持這條路 很希望說在這一段時間 我在演藝圈然後在主持 可以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這樣子 我日後退掉啦啦隊的時候 我也不會這麼無所適從 我其實後來有考慮啦啦隊 可能不知道可以跳多久 也是有一個問題 是我左邊的膝蓋 算是 我在這兩年已經有比較不適合的狀況 其實不到會痛 我一隻是卡卡的 然後我還有去做PRP治療 我打生長因子在我的左膝蓋 它一個針是兩萬塊 那等於打一次就要六萬了 對 等於打一次就要六萬了 從今年其實我就有開始在吃一些膝蓋的保健品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是一個這個小女生在跟我聊健康食品 雖然職業傷害只要上門 吳以萱還是謀起來接工作 因為去年她一兩千多萬買下預售屋 房貸一個月得要六萬塊 真的覺得買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有每個月規劃五萬塊的存款 然後再加上快七萬的房貸 還不加房租喔 所以我不吃不喝每個月就是十二萬起跳 因為那個五萬塊算是我的退休金 我就是錢來了之後 然後我就把它轉去另外一個戶頭 那個戶頭是沒有卡片的 不能領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錢 你就要去銀行 很麻煩 我就有一直把它拿來買美金 然後接金什麼什麼的 那應該百萬有啦 有操作 然後那個戶頭是我給李端去做操作 那妳買房子家裡有幫忙嗎 沒有 而且我爸爸是看到新聞才說 才讓妳買房 對 天啊 妳宣展後奏喔 我一直都是先宰貨座的人